电视剧《猎独人》正在热播 剧中作为重要角色的吕云飞 只出现了几分钟就去排队领便当了 这让我哪嘎有很深的门 毕竟吴秀波这么大排的演员上去就领便当 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但是根据一些细节深入分析 大家都被这个人给骗了 为什么这样说 吕云飞身份暴露后 楚天南一定会让自己的手去把他给杀了 不过大家不要忘了 楚天南有一个死对头 那就是金三角的另一位毒枭吴雄 所谓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朋友 既然吕云飞手里掌握着那么多储门的信息 吴雄怎么可能不极力去救他呢 所以救下吕云飞的正是吴雄 但是很多观众又想问了 既然吴雄抓住了吕云飞 要想知道哪些信息 敲开他的嘴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派吴星河盯着吕云鹏呢 要想知道吕云飞既然你那个作为 一个在楚门潜伏六年的卧底 自然不会被吴雄所屈服 当然吴雄从他们得不到信息 自然会对他用情 但不至于丧命 所以吕云飞的处境十分危险 一旦被吴雄找到信息 那么他的性命也将危在旦夕 而吴雄在金三角叱咤风云多年 也并非一个简单的角色 一方面利用吴星河追着吕云鹏 另一方面在警方也安插了自己的卧底 这个卧底则是大家都没想到的童童 虽然童童口口声声地说着 自己父亲是在执行任务时牺牲的 其实他的父亲早已被吴雄策反 但童童单纯善良 为了弥补父亲的过错 假装帮吴雄做事 这一点他连魏海都没有说 但是最终吕云飞 你哪个够安然无恙的出来 都是因为他的暗中救助 所以童童才是最大的功臣 不少网友表示